还有几题,可能你可以参考一下 我们的检视与参照 文字跟检视与参照好像比较 检视与参照跟资料库比较接近 它有点像在一个Excel的范围里面 找到你要的东西 当然方法你可以用函数也可以用VBA 不过我是建议未来我们都用VBA来做 里面有哪一些 第一个的话你可以找到那个 所属单位查询这一题 这一题的话特别注意有哪一些地方 所属单位查询 这一题你把这个题目打开之后 那我们需要的东西就是 这个所属单位这个人 他在哪个单位 那你会发现他的单位在哪里呢 他的单位在G单位 所以特别注意像这一题 如果用函数来做 就是他的单位在上面 那意思就是说你要找到他这个人之后 把他的第一列的字要带过来 放在哪里呢 放在所属单位里面 像这一题我也想过用函数来做 不过他发现函数太麻烦了 而且几乎好像没办法 所以干脆这一题用VBA来做就好了 那VBA来做的话呢 做完之后 其实大概结果就长这样 所属单位就是这个人 如果你以前突发烈光变成你要找到他 再把这个带过来 然后下一个陈晓明 陈晓明的话 太辛苦了 在这里一单位 如果你会写VBA的话 按下他就OK了 那里面的程式逻辑很简单 不过这里的话可能会需要多学一个 就是For each的写法 For each的话就是说 一区是每一个 意思是说我告诉他说 第一个我给他一个range 这个range的话呢 指的就是这个范围 这个范围的话就是A2 到G7这个范围 那你帮我 For each是说 你帮我一个一个一个的找 找什么呢 找跟我旁边那个 一样的名称 那如果找到之后的话呢 请你告诉我 跟他同一栏 应该是什么 同一栏里面的第一列 关键在第一列 同一栏的第一列 那就把这个资料帮我 带到那个里面去就好了 所以陈晓明的 这个写法啦 当然可以试试看哦 我有把这个写好的程式放在云端里面 基本上就是什么 For i 等于第二到最下面一列 就是把这个范围 每一个人都抓过来 第一个会先抓到高明明 第二个是 因为如果你不用For each的话 你可能要For i 或追 会写两个回圈 所以For each的写法就是说 他可以简化那个回圈的逻辑 那这个sale是自己定义出来的 那个变数名称 印在第一个工作表 所以这边有跨工作表 在第一个工作表里面的Ranch A2到G8 有没有 就那个范围 帮我把里面一个一个抓过来 然后会先抓第一个 抓第一个的话呢 他基本上会先抓这个 这小明 然后跟什么呢 跟那个高明明比一下 是不是 就是一样的 那如果不是的话 如果两个不是 那就是换下一个 直到找到了 找到之后的话呢 那我就找到高明明那个位置 所以高明明就在这个位置 那我要把他同一栏的什么呢 那个第一列的资料带过来的话 那程式的写法基本上就是 这个地方 特别就是等于什么呢 第一个工作表 前面那个工作表的第一列 同一栏 特别关键这个地方还蛮重要的 那个sale如果你要取得它的栏的话 那你就要用什么 sale.column的属性 他就帮你把G栏 然后在第一列就把 所以这个就会把那个什么 那个G单位带过来 就把他带过来 那如果找到的话就离开这个回圈 OK就不用再跑回圈 因为找到了不会有第二个 is is for OK 所以这个仅供各位参考一下 那再来的话 这是第一题 回去第一个 也可以把这些先做做看 那第二个的话呢 另外还有哪一题呢 刚刚有提到那个人事分欄 这个我想如果也是刚讲完 VBA部分 我们可以把这边的资料 全部分过来 OK 另外的话呢 还可以怎么样 把它在 这个是把这一栏 分成四栏 有没有 它其实就是一二三四 变成一二三四 还有前面的东西去掉 放过来 那这个是分 合的话就是再把它合并到这边来 合并过来 有没有 再把这个放在这里 这个放在这里 可以分 也可以合 OK OK 这个部分的话 因为 如果上一期的话刚讲完 如果隔好几期可能要复习一下 不过好像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我写的方法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你可以再参考一下 那再来的话呢 这个是第二题 所以325 如果你不熟的话 回去记得 可以分 也可以合 分分合合 OK 因为后面蛮多地方就是这样 但是这个是同一个工作表的分分合合 那以后会是不同工作表的分分合合 好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 还有326 326的部分的话就是班级 我们是 这边的话呢 如果一般 比如一般就把一般这边的一般有没有 通通带过来 但写法是用VBA写的 OK 这个 这题 有有印象吗 我们如果好像有有些班 我好像有讲到 有些班没讲到 如果没有讲到的话 你就自己再试一下 那特别是这边有一个事件驱动 当我按一下下拉清单的时候 他自动帮我把资料搬过来 OK 那还有呢 这是一种写法 不过另外一种写法是我们后面会讲到 跨工作表 比如说我今天呢 我按下某按钮之后呢 他就自动帮我把这边一般有没有 自动新增一个一般 帮我把一般的资料怎么样 丢到一个新的工作表里面 二般一个工作表 三般一个工作表 那就是需要我讲过的 第一个用序责物件里面的新增工作表 重新命名 然后把资料丢过来 丢过来 因为其实工作里面有蛮多 会需要什么 分开来的 OK 所以这个部分也是后面会讲到 工作表的资料分割 最后的话呢 要不要太多啊 还有99成本表 99成本表 我们之前不是用VBA写过吗 这样子 那请你用什么呢 请你把这个99成本表的写法 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那个 不要用for回圈 改成do while回圈 可不可以 可以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但是要会写啦 好 可以回去试试看 如果可以的话 你写得出来 表示你有程度了 好 如果没有办法的话 没关系 下一个礼拜 再跟各位 讲一下 怎么把for回圈 改成do while回圈 这个 云端上都有啦 所以不用担心 只是说 我这边 你要找一下 在 检视与参照里面 这边有99成本表的写法 只是这个写法是for回圈的写法 for回圈的写法 OK 只是说那个 do while回圈的写法 还没放上去 下一个礼拜 我们再做一个补充好了 至少让各位 以后该知道的 该需要了解的 应该都要了解 我是建议 如果你要把这当专业 不是只是了解 你要很熟练 OK 然后呢 也不能有错误 因为程式只能100分 写程式如果有一个 即便错一分 也是个bug 那个bug 所以程式出生的真的是 每个人都 没有 不行 有一点点的错误 容错 所以其实写程式是 非常的不友善的 没有人情味 老师你差一分 你就不能给我吗 我是可以 但这 以色尔他没有办法 让你有一个 中间有空缺 所以请各位回去 试者把我刚刚讲的 这些题 那我有把那个录影录下来 所以如果细节 没有听到没关系 你就再把那个 比较不懂的部分 再重听过 然后回去的话 把这些题先练习 下一次的话呢 我们就把这些做ending之后 然后就要讲新的了 OK 所以回去请各位 再花一点时间 试试看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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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